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明显 使用了吉利家族最新的设计风格 整体较为简洁 空调处风口移至中控台上方 中控屏幕两侧也增加了一些操控按钮 此外横贯整个中控区的银色金属试板与车门上方的杜格试条相呼应 也让新车的质感有所上升 动力部分新车除了将搭载现有的1.5升发动机之外 还将新增搭载一台最大输出功率为133马力的全新1.4T发动机 相比于现款的1.3T增加了4马力 据了解 吉利新款远景将会在今年第四季度上市销售 感激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扫码关注Vager的微信公众号 获取更多更有趣的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